新唐人热点互动节目 我是主持人雨婷 今天将带您关注两个话题 分别是中共海外布局遭到重大打击 阿根廷政坛大变天 另外一个话题是美中会晤后 反而是掀起了外资撤离潮 马云黑石纷纷抛售 李强疑似要背锅 好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 分别是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 大家好 我这边看不到 恒河先生您好 以及前中国律师时政评论员 赖建平先生 赖建平先生您好 雨婷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话题 阿根廷大选是牵动了 中共在拉美洲的布局 近日阿根廷政坛时大变天 被外界称为 极右翼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素人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这位哈维尔米莱 是以领先对手约12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 赢得了总统大选 而他的惊人主张还包括要炸掉阿根廷央行 废除笔索全面的美元化来稳定经济 还要大幅削减公开的公共开支 大量的裁撤政府部门等 甚至还点名要远离中共 俄罗斯 巴西这样的国家等 首先我们想请教恒河先生 在呈现左转态势的拉美政坛 为什么这个右翼的米莱会横空的出事 并且是以巨大的优势获胜呢 其实整个拉美左倾的趋势已经有很多年了 不是短时间的现象 你像委内瑞拉已经现在彻底崩溃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巴西 巴西其实上一任总统选上去的时候 也是属于保守派的 但是他很快就被赶下台了 其实也是在扭转向左转的趋势过程当中的一次努力 那么阿根廷情况呢 他其实就是碧龙派 碧龙派是在阿根廷政坛上面持续时间最长的 虽然中间50年代的时候有一段 60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消失了 但是他这个主义一直在 后来就持续在他们这个正义党持续在阿根廷执政可能有将近40年 所以说他这个虽然说他这个碧龙主义是一个中间派第三就是第三种路线 中间派既不走美国的也不走 原来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苏联嘛 既不走苏联也不走美国 既不走资本主义也不走共产主义 但他很多呢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所以他的这个社会主义加上现在的这个 社会主义本来就很难经营下去的嘛 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那么现在呢又是通货膨胀啊等等这个经济也很糟糕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来 现在这个民众显然是认为啊 就是说虽然他的口号听上去是非常非常极端的 是那种休克性的疗法 但是呢显然阿根廷的选民 特别是年轻选民的认为总比现状好 所以呢在第二轮投票 他第二轮投票的时候才选上去 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取得这么大的优势 所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左派统治 或者长期这个偏社会主义的这种路线 失败的一个象征 最后被民众 民众就是至少在暂时 他们决定抛弃一下 试一试别的 要这不是别的话呢大家都完蛋 所以是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是长期的偏左 现在是一个纠正的过程 好的谢谢 先插入一段工商资讯 在海外上网有几大常见困扰 先生经常出差使用公共WiFi 担心信息泄露 太太在网上追剧 却看不了一些特定国家IP 才能看的视频 老人想学上网 却分不清钓鱼诈骗网站 Surfshark VPN可以帮您解决这些问题 它是TechRender上评分最高的VPN之一 拥有几大功能 均用级别的加密 开启它使用公共WiFi 也不怕信息泄漏 一键更改IP不仅能全球追剧 还能用不同IP逃到最便宜的跨境电商 一人购买 无限量分享 全家老少都能使用 自动阻止超过100万个恶意网站 主动防护 如果想体验一下 Surfshark提供30天的无理由退款 现在点击描述栏的链接 并输入优惠码NTD10 就能马上取得独家黑五优惠 外加额外6个月免费 我们知道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 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了 而且是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是如今阿根廷的危机 非常的危机重重 可以说是他的通货膨胀率 是高达了三位数 接近150% 而且是有超过40%的阿根廷人 他们是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 外汇储备也是几乎耗尽 那想请教赖建平先生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阿根廷走到今天的困局呢 阿根廷的目前的状况 这叫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他实际上是一个几十年长期的 左派激进路线的一个失败 这个积累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阿根廷从50年代 实际上中间 虽然经过了70年代有一段经管 但是到前总统费尔兰德斯执政 实际上他是一直走的一条所谓的第三位置 第三条道路 第三种立场 但是他本质上是所谓的 这个意大利莫索里尼的这种 这个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 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的特征就是积权 特权 腐败 管制 国有化 贸易保护 民粹 高福利 然后呢 这个大量的国有化 这个外汇管制 滥印这个钞票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而且是经常啊 政策是不连续 朝三暮四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 经常是陷入在这个 无线网络的循环之中 所以呢 才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显然呢 是一种所谓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 一个试错的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 阿根廷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 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违毅的程度 国家多次 一共是有十次这个破产 这个债务违约是无数次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整个社会啊 对原来的这个执政者 已经感到极大的不满 所以呢 这个所谓极右翼的这个米莱 才能够在这一次大选中获胜 那么说明阿根廷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定要跟原来的这种这个路线方针 做法呢 要做一个告别 这是我的另一看法 所以总结一下两位的说法 其实就是因为阿根廷长期实行这种社会主义 还有高福利的路线 大政府导致他这个国家长期存在这种问题 所以现在没办法经营不下去了 所以才选出一个可能是看起来比较激进的这位新的总统吧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阿根廷的大选呢 是牵动着中共的神经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方呢还是在2014年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中共啊一直是试图将人民币国际化嘛 所以中共从2008年开始就在推动 要建立这个央行货币互换的全球网络 那么其中中共与这个阿根廷签订的双边货币的互换协议呢 到今年啊额度就已经高达了1300亿人民币啊 不过这次呢胜选的米莱他是表示呢 要将阿根廷货币美元化 想请教恒河先生啊 您觉得对中共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不是个货币互换的问题 其实中共在阿根廷的整个投资也有1400亿人民币 那么就是说他参与了很多项目 对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渗透啊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已经经营了好几十年了 那么现在突然之间转向的话呢 它存在几个问题 一个呢是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毫无疑问的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第二呢就是投资 虽然说投资那个钱肯定在那里 人家不会往前吞了 但是呢问题是在于 它现在美元化以后呢 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啊 就是说它至少和中国的这个货币互换的政策 可能不会再持续下去了 那么对于中共的这种人民币 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野心呢 也是个打击 因为毕竟阿根廷是一个南美第二大经济体嘛 所以它的影响力还是除了自己以外 它对周边的国家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么再一个呢 实际上中共的扩张当中呢 对于南美来说 它当然是要找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 所以呢在这个这次中共这个金砖 金砖这个国家扩充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把阿根廷放进去的 所以阿根廷本来在明年一月份呢 是要加入金砖国家的 但是显然呢现在新当权的这个米来 和他的外交政策也会变 他的外交顾问 外事顾问其实将来就是 很可能是外交部长了 就是蒙蒂诺 他们呢对中共是非常感冒的 就是不想跟他再继续打交道 所以蒙蒂诺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到这么一句话 说要停止与中国政府的合作 中方马上就着急了 立刻就在外交部发言人就说 说第一个呢是人们对他的这个采访误误 另外一个说如果真的不跟中国和巴西合作的话呢 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说他是确实很着急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 金砖加入是不是还能继续下去 我估计他们可能暂时不会 因为蒙蒂诺认为就是金砖对阿根廷 没有什么好处 他们至少要观察一段时间 就是等于重新评价 那这一来的话就一耽搁 就是至少一两年的事情 最终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去加入金砖了 因为金砖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舞台 并不是一个真正 中共想把它独立地做成一个平行于国际 现有的经济秩序的这么一个集团 或者准集团 金砖国家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阿根廷如果要向美国靠拢的话 特别是美元化的话 那他肯定会拒绝加入金砖 这几个方面对于中共的外交政策 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所以中共可能会重新评估 当然现在他会说 就是说现在和阿根廷的整个关系是很好的 还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这个人家还没上台你怎么知道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对中共来说的 它的全球扩张在这里受到了一个阻害 问题不仅仅在这里 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也逐渐在受到阻害 比如说一带一路受到了 在意大利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加入一带一路的 现在也退出了 所以说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其实他每一个地方都会给他的这个外交挫折 增加一个砝码 是 我们看到这次阿根廷他在外交的政策上 那个新党选的米莱 他也是表示要积极地寻求 加强与美国的这种关系 那对中共他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 我们看到他自己是表示说 那与中共政府发展关系 如同和一个刺客做交易 其实他说话还很直接很辛辣 直接说中共是刺客 当然这还不止这样子 他还批评中共政权是杀人犯 要冻结与中共当局的关系 那么这次米莱上台 像刚刚恒河先生也说 阿根廷他原定明年1月 说要加入这个金砖集团的计划 也是充满了变数 那想请教赖建平先生 阿根廷的急速右转 您觉得对中共在这个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 会带来哪些影响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影响吧 第一个是从这个意识形态上 因为中共它和俄罗斯是这个所谓 金砖国家集团的一个两个霸主 当然现在俄罗斯已经没落了 实际上是中共是最大的后台老板 那么这个米莱和它的未来的政府呢 非常明显它是要亲美的 要反中反俄甚至反巴西 那么从这个政治关系 从意识形态 从经济伙伴这几个角度呢 他们都不会再更多的跟这个金砖国家搞在一起 那么因为它既然要走亲美的路线 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呢 要表现出一种和美国比较相近的一种政策气质 所以呢 我认为它这个加入金砖集团呢 这个已经可以确定了 会至少会按下这个展平线 那么它的这个准外帐啊 其实前两天已经明确的表态 它说我们这样的国家不会加入金砖集团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对中共在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 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啊 会受到一个前面的一个挑战 因为阿根林的这个经验 也可以说是这个整个拉丁美洲的经验 也可以说是世界的经验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教训 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 你走这种极左路线 跟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跟这个独裁国家这个混在搞在一起 那么最终呢 会落得一个国家呢是民不聊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虽然这个刚刚去年呢 阿根林才正式的加入到 这个一路一带的这个倡议里面 那么很多这个拉丁美洲国家 实际上呢 目前呢会 我觉得呢 他们是已经会走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动摇 那么阿根林可能不但成不了金砖国家的会员 反而会成为跳动拉美 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 导致它裂变的一块这个破端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对中共的这个全球渗透 对中共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这个渗透和扩张 会带来沉重的一击 这是我办法 好的 像您说的也就是说 阿根廷对中共的这种抛弃 很可能在拉丁美洲起到带头的作用 那也想请问 我们知道阿根廷它是拉丁美洲的第二大经济体 而拉美地区可谓是美国的这个后花园 那么中共在该地区是肆意的扩张影响力 涉及了经济 外交 文化领域 而美国国会和军方之前也曾经警告过 认为中共的扩张呢 是还包括了战略和军事目的 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隐患 想请教横和先生 那如今阿根廷的急速右转会多大的程度上 为这个地区甚至是美国缓解来自中共的这种威胁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中共在拉美其实经营了很久了 在大陆的人都知道 其实中共一直是把拉美作为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的 就是说你看那个以前中国大陆叫什么 叫亚非拉嘛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所以拉丁美洲它一直认为 拉丁美洲是应该和中共站在一起的 所谓男男国家嘛 那么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呢 因为地缘的关系 而且实际经济利益的关系 拉美国家呢 在很大程度上 它在经济不能离开美国 而中国呢 毕竟靠得很远 所以说有关键的时候呢 是靠不上的 这就使得这个拉美国家呢 虽然说它很多左倾政府 但是呢 基本上很长时间都和美国保持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这个就是阿根廷变天呢 它肯定会使中共在阿根廷的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 中共对阿根廷的政局的影响力其实原来是非常大的 很多年前就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当时你记得这个中共这个罗干访问的时候 甚至是在那个地方给它 阿根廷政府专门给它安排了是200几年的时候 2005年还是哪一年 给它安排了一个私人时间 就是在公众场所消失掉了 就是安排去购买阿根廷的矿山啊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其实 因为阿根廷的资源很丰富嘛 它主要是提供资源和农业嘛 所以这个中共实际上在这里的影响力很大 这样的话把中共的影响力逐渐排斥出去 至少阻止它在阿根廷的扩张的话 那么对周边国家也会有很大影响 这样的话呢 对美国来说增加一个亲美的政权 然后呢 它这个实际上是互相有影响的 那美国家互相之间有影响 这样左倾搞社会主义 大家一起搞 很少有不同的 特别在南美啊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很强势的政府 开始向右转的话呢 那么对周边国家影响很大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 它当然乐于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因为毕竟从地缘政治来说的话 这对美国肯定是有好处的 那其他国家如果能够跟进的话呢 那当然就更好 所以像这种政局的变化啊 它主要是在周边会有一个扩散效应 如果这个扩散效应真正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 排除或者减少中共在南美 在自己后花园的势力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好的 那么阿根廷的变天能否真的快速的斩断 跟中共的这种渗透和操控 我们真的还是有待观察 不过呢 在中国大批的外资企业 正在通过行动开始撤离中国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 美国的零售业龙头沃尔玛 如今是要将采购中心迁到越南 这个消息是震动了中国的市场 这也是继贝莱德先锋基金等之后呢 又一个巨头的转身离去 那么而就在美中首脑这几天会晤的那个当天啊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的这个退休基金TSP他们宣布 明年的投资计划呢会排除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另外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 也正在抛售总价值是超过了百亿的人民币的资产 马云他们的马云其实也被爆出 他们的家族信托基金啊是减持了1000万股的阿里巴巴创始人股份 这个市值是超过了8.7亿美元啊 这个消息一出我们也看到了阿里的股价是连日的暴跌 目前市值是蒸发超过了200亿 那想请教赖建平先生啊 为什么美中会谈刚刚的结束 就好像掀起了新的一波这种外资的撤离潮 而中共是不是中共的缓兵之计不管用了呢 这个完全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共它这种这个左一出右一出这种口是心非 这个已经骗不了人了 全世界不但是中国人中国的企业家 全世界人这个企业家都已经深深的感觉到 都来自中国的含义 他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已经是不可逆的返回走了 那么习近平他所主导这种专制政权 他在政治上的造型一出导致经济上的这个连环效应 他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时一地的 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他是有深刻的他的这个个人的人格特质 有深刻的这个个人因素 所以习近平的整个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决定了 中国这个市场会逐渐没落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大规模的衰退 所以呢你这个不管是什么企业 你在中国不可能获得好的投资回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没有来的妄额却助 他们不再敢来 那么已经在里面的他们要想方设法的 尽快的逃出去 这个是逃离这个一个险境 甚至是争先恐后 因为后面恐怕还会有更大的 各种各样的经济海啸出现 所以这个无论是国内的资本 还是国际资本都纷纷的外流 那么整个我觉得世界已经对中共 没有任何信心 不管他现在说什么好话 采取什么样的所谓的权益措施 他已经充分的说明 已经没有任何人对他有存在更多的信心 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不断撤离的一个结果 好的谢谢 那我们看了除了这种外资出走资金的撤离 中国的富豪他们的资产也在缩水 那据2023年胡润百富榜的数据呢 截止今年9月身价千亿级的中国企业家 是较2020年少了11人 那么排名前20的富豪呢 个人财富在2023年是整体减少了34% 合计减少是约1.5万亿人民币啊 那么在这20个人当中呢 有16个人的是财富减少 还有11个人是直接调出了前20名 想请教恒河先生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富豪 几乎是集体瘦身啊 中共它不是要搞内循环吗 大批的外资撤离 那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没有办法填补这些空缺呢 有几个原因哈 第一个呢是这个天灾 你可以说是天灾哈 就是疫情 那么疫情这几年下来的话呢 中国的经济一旦发生崩溃的时候下降的时候 它是很难扭转过来的 特别是民营经济它比较脆弱 相对国有经济的话比较脆弱 所以说一旦关了门它就没法再打开 一旦丢掉了这个市场它就不可能再拿回来 特别是国际市场 这是疫情造成的 另外一个呢是跟习近平这几年政策有关 就这几年它对民营企业无论是高技术的还是低技术的 还是制造业它都采取了一种扼杀的态度 也包括一些比较教培行业 它几乎在过去三年当中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摧毁 所以说使着这些行业的这些巨头 就是说他们开创这些行业的人 他当然就是富翁了 他们就这个行业都摧毁了 他自己的钱肯定也就没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在消灭这些不同的行业的过程当中 民营企业集团的过程当中 它也消失了很多富豪 那么再一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中国整体的这个财富其实在缩水 不仅仅是富豪在缩水 平民也在缩水 就是整体在缩水 虽然说我们从统计数字上还看不到这么明确 但是中共的统计数字你是不能相信的 就整体来说它总财富缩水的过程当中 它由于对中共对私营企业对私有制的仇恨 根深蒂固的仇恨 所以它不会像别的国家那样 别的国家就是说整体财富缩水的时候 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 它的最富的人不会缩水 成比例缩水 它相对来说还是保留着 而中国很可能最富的人呢 收缩比例更大一些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对于私营企业打击的一个整体政策 所以从多方面来看 你只要看马云就可以知道很清楚了嘛 马云实际上它自己的财富是缩水了很多的 它怎么缩水的大家都看着 所以说这是不可抗拒 就是如果说疫情是一个天灾的话 是不可抗拒自立的话 那么再加上人为的政策的因素 造成了中国实际上富豪缩水 这些富豪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私营企业的 而私营企业在最近这几年受到的打击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外企不敢相信中共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能够保证国内私营企业的正常的经商环境的话 你怎么能保证外国企业的经商环境 所以这个是人们值得怀疑的地方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国内的对私企民企的商业环境并没有恢复 所以多种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文 您刚刚讲的第一点是中共三年清零的这种极端的打压 另一点就是中共对各行业近年来的打压 那第三点可能是不是这种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仇恨 所以压制这种资本主义或者是你如果是经营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发展 能这样理解吗 对 最后一点实际上是中共其实一直存在的 这个讲得就很远了 因为中共的这个体制 社会主义它不放弃社会主义 不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话 它永远是不能够允许私营企业实力积累到 能够对它进行挑战的这种程度的 当私营企业的实力积累到一等程度的时候 它一定会去把它打压下去 以防止这些人提出政治上的诉求 这是跟它的制度有关的了 那跟我们这个今天题目稍微有点远 我就没有说 好的 谢谢 那么如今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一团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他是在20号首次 这是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这个头衔主持召开了相关的会议 那么有的人他就猜测认为李强是不是再次获得中用的这么的一个信号 但也有的人认为浙江帮的李强他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 但是那个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还是福建帮的何立峰 所以认为李强他只是后期金融危机时的这个背锅侠 当然还有一方人他们解读呢 两个主任最后谁去顶罪还要看当局的心情啊 想请教赖建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他这个很怪啊 中共最早是在1998年 它设立了一个叫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简称叫中央金融工委 那么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 这个把这个机构就撤了 也就是已经有到现在为止有20年了嘛 那么20年以后呢又恢复了这个一个叫 现在是它两块牌子 现在说是合属办公 一个叫做中央金融委员会 一个叫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他的名称啊就差工作两个字 那么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呢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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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洋 那么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呢 呃 从这个现在公开的资料来看呢 似乎两个机构呢 是有点工作分工的不同 或者说本质上呢 它是一个机构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呢 主要是管党建 什么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这个纪律查处 也就是说 是控除从党权的角度啊 控制进行人身控制的一个机构 有点像这个这个这个客户机构 它是主要是控制人的 控制人的头脑 控制人的思想行为 呃 那么这个想想抓谁 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所谓的纪律检查 来来办人 呃 所以呢 中央金融工委呢 有点这个意思 那么金融工 金融委员会呢 这是所谓的主管全面的金融工作 啊 这个进行什么金融礼仪的 什么高端设计 制度设计啊 等等的一大堆的这个所谓的功能 但是呢 呃 实权呢 应该是在格力锋手上 因为它所谓的办公室主人 办公室主人的话呢 它主管日常工作 所以如果要是背锅的话呢 那么这个东西 我个人呢 是不太好 这个准确的去预判 因为中共作为一个独裁女士 独裁女士的最大的特征 就是没有可预见性 它是随心所欲的 啊 今天跟这个人关系好 他可以这个包庇他 明天跟这个人关系不好了 或者一个原型 可能把他这个这个惹急了 他可能就跟他关系不好了 不对付了 就有可能让他来背锅了 所以究竟最后谁会背锅 这个我确实这个没办法预见 主要就是因为独裁政权 独裁的本身的性质特征决定了 他的所谓的施政的方针政 他是随时随地可以变的 他背锅侠他少能承担责任 也是可能是这个任意的一个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那么但是最后啊 终归呢 中共的这个现在金融乱象 这个这个这个啊 初步进行 我们就知道前段时间 光是抓这个所谓金融行业的高管的腐败 达到六七十人 啊 动辄这个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这个贪腐 那么这个这个中共呢 非常害怕 导致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金融风险 以及导致前面的这个这个经济危机 所以呢 他们现在这么一个烂摊之下边 最后呢 不管是何立峰还是李强 一定是会有人要这个矮板 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嗯 好的 想请教恒河先生 您怎么看 为什么中共要设立两个金融委员会 而且就差两个字 还要设两个主任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李强的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呢 是管金融的 就是全国的金融具体的事情 是他来管 金融工作委员会呢 是中共中央派驻金融系统的 一个外派机构 也就是说来监视李强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党派到那个地方去 有点像以前钦差了 就是派到那个地方去呢 来看着你 看着你呢就是专门管这里头党员 这里头当然是党员 那你仍是被管住 你这个纪律被管住的话 那么就是来监督你的嘛 所以说严格的说就是真正的将来要负责任的 是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就是李强 因为李强是具体处理金融事情的 那个金融工作委员会呢 严格的说是一种物虚不物实的 就是属于党管党管金融的一个代表 派到那个地方的 所以他们合属办公嘛 是同一个事情 但是情况不太一样 这多少也有点像这个中共军队里面的 这个司令员和政委一样的 司令归打仗 管打仗 仗要打输了呢 司令员承担责任 那政委呢是看着他的 大概有点这个意思在内 所以我觉得中共很奇怪的设置 这是几天前中共刚刚发了一个新的 这次好像大家都没有太注意 就是党和政府的一个体制改革的一个方案 在这里头呢 这两个都是新设置的 就是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作委员会 在这个说明上面 它都是新设置的 刚刚设置的 所以呢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觉得这个跟习近平的治国方针有点相像 就是党管一切 但是呢你政府还得做政府的事情 就是金融委员会得做金融的事情 但是呢不能放弃党的领导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双重领导的一种结构 好的谢谢 那么说到现在中国 我们知道金融危机可能一触即发吧 但是在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金融未爆弹 可能就是房地产了 那据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陆挺 他表示呢 中国约有2000万户没有完工的预售楼 而且随着交屋日期的不断的这种推迟呢 烂尾楼还会越来越多 那么他表示呢 他认为在明年的某个时间 甚至将引发社会动荡 那想这个问题想请教横河先生 您是怎么看中国烂尾楼危机的 真的会引爆金融危机吗 甚至可能引发这种他说的社会动荡 我觉得会 因为中国的经济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房地产业 那如果房地产业崩溃了 就是外贸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没什么特别大的指望了 那么然后就是消费这一摊子呢 其实消费是起不来的 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大部分钱被这个房地产给拴住了 那么所以消费这边呢就是他即使建设这边 就从房地产建设这边 他即使投资这边 另外呢他落实是要落实到消费上面去的 所以他是另外两架马车 三架马车当中另外两架都相关的 因此房地产要是一崩溃的话 那么剩下来的国内内卷都卷不成了 这个就是说如果国内房地产还能够维持下去的话 内卷还能卷一卷 现在内卷就卷不成了 而房地产呢 中国的房地产呢 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庞氏骗局这种类型的 就是它不断地扩充 不断地从银行贷款 不断地从这个买家手里面就是这个 最后的用就是买房子的人手里面 四千把钱收进来 然后再盖房子 但它盖房子的速度呢 赶不上它卖房子的速度 它卖房子更快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个庞氏骗局 不断地把钱往这里头拢 但是呢 一旦要崩溃的时候呢 它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模式它永远不可能 永远扩张下去 庞氏骗局最后总是要垮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方式 它就是借钱 等于是借钱 借钱或者是预卖房来汇弄钱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是接盘的人是没有了 就是不仅是这个 这个庞氏骗局的接盘的人没有了 就是中国现在人口在减少 就是进入劳动力的人口在减少 所以说现在盖的房子 我觉得再过十年二十年不盖房子 都可以让大家住进去 因此它就不可能再去继续扩张这种 将来没有人买没有人住的房子 人口减少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劳动力减少 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整体不行 需要买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部分是一定会崩溃的 这部分崩溃以后肯定会造成上下游企业 还有就是银行业金融业 整个被牵连进去 因为这是最大的一块 这一块要倒了 谁都保不住 中共现在出拢很多政策 但我觉得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好的 请问赖建平先生您觉得你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提到 整个现在外资撤离潮 新的外资撤离潮 为什么前脚 刚刚拜协会刚完成了 接着就有这么个外资撤离 我觉得这个现在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外资们对中国是感觉到非常地恐怖和恐惧 因为现在中国修订了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呀 又有什么数据法呀 现在这个外资在中国你要进行正常的经营是相当困难的 你动不动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犯中共的这个口袋罪 不但你这个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投资回报 甚至连这些派到中国的员工的人身安全 都可能出现问题 现在中共排外的这种情绪是相当的高涨的 你跟他的会计师事务所现在要求整个中国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尽可能地要由中共的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要尽可能地让外出会计师事务所靠边站 那么他的借口呢就是说整个中共的这个这个这个境内的这些 我有几样上市公司啊 他的整个工作主要呢 是属于保密资料 不能够在境外备份 甚至说你要在境外使用 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审议 所以各种各样的影响环境 他的政策 虽然他一边说好话 大家要闪了 要走人了 哎呀你们回来吧 我们就有好政策了 所以是连最高检 最高法都出台这个这个什么这样那样的司法解释 甚至是要不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民运权 即使是以后这些你去上街维权的这些这个民众 你买了烂飞楼了 收不了房了 你这个买了B2B爆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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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了 你要上街维权不行 你所有这些维权措施 你所有上街的人到处会受到镇压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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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环境 整个的法制环境相当的恶劣 所以呢整个 这个国内国际都没有信心 那么才会有这个新一波的撤离桃 好的谢谢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不管是投资出口消费 还有就是人们的信心真的是备受打击 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很难出现像好的迹象了 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析啊 那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感谢观众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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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明天